好 在台湾经营31年的麦当劳确定要易主了 接下来可以预见的冲击包括了近百家的原物料供应商 每年数十亿元的广告行销预算 还有数百家店面的房地租赁合约 都将面临是否解约的疑虑 目前 台湾麦当劳将由谁来接手仍是个未知数 但是市场预估至少有200亿的市值 能够吃下来的买主是屈指可数 对此 同一发言人图中正表示 并没有听过这件事情 他们也完全没有接触 而代工部分麦当劳产品的义美则是说不无可能